Hello,大家好,这里是Office高校办公,从新手到高手之Excel片 这里有一份各喜护产品的销售记录 我们现在需要统计一下各个品牌的产品 它的销量在总销量中占了多大的比例 如果是采用手动的计算 我们则需要先按品牌进行筛选 然后分别统计各品牌销量的核 最后再去跟总销量进行比较 很麻烦,很麻烦 但是这种情况下用数据透视表就会很简单了 怎么操作呢 首先我们选中数据区域中的任意单元格 按下Ctrl加A组合键 全选这个区域 然后点击插入选项卡 数据透视表 然后这里有一个放置数据透视表位置的选项 我就选在这个工作表内 就点这个位置吧 然后点击确定 将品牌这个字段 我把它拖到行字段这个位置 把销量拖到直字段 因为销量是竖直嘛 所以它默认对它进行了求和 这时候数据透视表跟我们想要的已经很接近了 就是最后还差一点点 接下来呢我们在投视表中 直字段这个位置 单击鼠标右键 这里有一个直显示方式这个选项 默认的时候呢它是无计算 我们选择总计的百分比 点击它 这时候数据的处理就完成了 剩下的呢就是修改修改列标题啊什么的 等等的去美化一下就好了 好了以上就是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这里是帮你解决燃眉之极的秋叶Excel小技巧 咱们下节课再见